高科技厂商进驻高雄带来多个就业机会 并且承诺会禁用高雄在地人才 但高雄市府能够满足所需要的人才 高雄市议员黄绍婷相当忧心 希望市府及各级学校能够加强相关的课程 对接产业需求 其实清华大学它所提出 它明年它所要提出开的什么样的班级 我念给观众朋友参考一下 它要开设AI人工智慧 它要开设营运管理 它要开设半导体封装测试 它要开设碳资产的课程 这些课程跟半导体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觉得高雄市政府一定要跟半导体学院 跟清华跟交大阳明 要去把真正台积电商所需要的 这么大量的人才 好好的尽早规划课程 高雄有多所大学院校 在相关科系当中 都有开设半导体AI等课程 在普通高中部分也和大学院校合作 交流学习高科技课程 在高职部分也有与传统产业教学合作 让学生提早了解产业所需要的智能 左营高中还有附近的学校 总共有六间学校 就是主要在南指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他们有开跟我们10所的大专院校 包含也包含我们的高科大 就是有开设半导体的数位产业先修的课程 不管是高科大还是我们所有的高雄的大学 事实上这些半导体相关课程本来都有在开设 像以我们学校为例 我们电机电子半导体系 还有相关的像化财系等等 这些半导体相关的科系 有的是专门负责材料制造 有的是专门做电路设计 或者是半导体的一些细节的设计 我们都有相关的课程 甚至在我们学校里面 也有一个半导体制成的一个类产线基地 这类产线基地是教育部投资 在我们学校设置的类产线基地 电机系就我当年在念电机系的时候 里面有二三十个主别 每个大学的电机系 不会什么都有的 所以我相信在过去欠缺 金元代工跟IC设计的高雄 是在这方面的人才 需要大力的来增加 高雄发展高科技产业 文科学生也会因为高科技人士群聚 需要十一住行娱乐等方面的服务 餐饮文教等产业 就能够提供文科学生不少就业机会 也会因为高科技产业而受惠 这个高科技产业 就是半导体产业 他移到高雄市来的时候 你第一个会发现的是 真的服务业的需求变大了 这是各行各业 不包括不止刚刚我们讲到的 什么双语老师 或者餐厅 幼稚幼儿园 甚至医院要不要 无形中就形成一个 跨领域学习的团队跟机会 那从中学生就可以学习到说 原来我学设计 学行销 学语言 都有参与产业升级的一个机会 他的14个咨询 其实就包含文科跟理工科了 像文科的部分像是我们文创设计 艺术方面 可能就是影音媒体方面的 这个艺术的部分 面对新兴产业进驻 也需要对应的在地人才 才能够让产业落地 人才生根 不同的人才 也能够因为新兴产业 带动各类产业同步发展 找到适合的工作 各行各业 才能够因此安居乐业 记者来一场帮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